大家好 羊羽呼歡迎來到這個新品元朗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這一隊 也是明天即將要發售的 也是全新發布的KD-13 大家看到它的鞋盒是跟十二代完全不同 經過一個全新的設計 在KD-12我自己是有賣到兩隊的 KD-12給我的感覺是非常之好 尤其是雙層汽電 說回這個鞋盒 大家看到它的鞋盒 在正面也寫了Calvin Duane 也是難忘的Number 7號 整個鞋盒的質感跟十二代不同 接下來跟大家開箱 今次其中一個配色 就是籃球之星的配色 這個配色其實一開始 本身也是為了這個叫做CHBR 大家也知道在3月份有HBR的賽事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個賽事應該推遲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鞋盒也是圍繞了這個主題故事 去說的 首先跟大家說它的外觀 再跟大家說它的感受 它給我的感覺其實延續了KD-12的感覺 很久很久之前看到蝶照圖 我覺得它的外形沒有KD-12那麼柔軟 它的外形是比較硬 不知道是否為了保護KD受傷之後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其實有很多圍繞籃球打造的一個圖案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個暗紋 它下面大部分都用了一個狀藍色 在旁邊看到這個Swoosh 給我看到的感覺就是一個Blazer的一個感覺 這次籃球之星整個是來的 不單是KD-13 可以看到它的鞋子 這裡也有一個神球之星的標籤在這裡 它一個鞋子它用了一個外露式 換剪材式的海綿填充物在裡面 中底配置就是一個緩震科技 KD-12是一個全掌器電 在後掌放了一個小的Swoosh Mare在後面 KD-13它也是把Swoosh Mare向前移了 前掌放Swoosh Mare 我感覺是會更加容易啟動的 它的鞋底其實有很多像吸盤的洞 它也是漏空的 它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 其實我的配件是非常漂亮的 在鞋底其實也有一個TPU 這個TPU上面也有KD的簽名 這雙鞋我還沒有穿上去打球 但我穿上去的感覺 其實同樣是KD-12 KD-13給我的感覺會更加輕 而且它的外形會比較硬朗 不知道穿上去打球的感覺是什麼 KD-13的鞋面 我覺得可以的可塑性是非常之高 它可以做到任何一個Swoosh Mare 它可以把任何圖案做到上去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這雙KD-13的上腳效果